大大哥 上 开团时间不定 但一开团就秒杀的 这几年在网路 引起抢购风潮 想买到这只CP值超高 脾脆内嫩又多汁的烤鸡 必须在官网粉砖公告时 网上预定喊单 每跟上的想吃 就要看能不能碰到 起单的好运啦 最鼎盛时期啊 就是你一天一天拜到几天 一千多 大概十秒吧 这样定点是餐车 一天最多可以秒杀千只的汤仔鸡 现在呢 不用赶不用抢 也不怕吃不到啦 老板大人哥在宜兰交流道旁 开了一间烤鸡旗舰店 不只用餐环境舒适 外头还设有亲子游乐区 非常适合全家一同来品尝 因为之前就网路上啊 看啊很多人都在抢鸡啊 所以每次都抢不到啊 后来就知道这里有好地方 他们有来我们这边 依然做餐车巡演 好不容易抢到一只 我们才难得吃一次 现在有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说三不五十 就大家聚聚来这边吃一下 究竟这老板大人哥的汤仔鸡有多厉害 我们赶快来看看 我们店选用的都是黑鱼土鸡的品种 它都是养殖大概两个半月至三个月的年龄 这个年龄它的肉质刚好不会太老 就不会太嫩 对所以吃起来它本身有一点嚼劲这样 上腌料前需要细心的先将鸡汁做最后把关 清理多余的脂肪汇物让口感更好 再用盐 特调中药以及黄金秘方酱汁 依序抹上 先抹盐 先让那个鸡本身有一点盐度 对 静置之后我们再去下 再去腌我们的腌料 数十种的中药材把它磨成粉的 大人哥说特调中药粉要抹在鸡体内侧 才能让中药香渗入肌肉 外皮又不会变焦黑 因为它烤的时候 让它的味道从里面散发出来 对 而且每一支每一寸都要抹得很均匀 现在帮肌腌表皮的部分顺便帮它按摩 大哥像你这个配方是一直慢慢试试试 出来的吗 对 从我决定要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我们两个夫妻就开始 一直试试了好几个月 然后最后觉得大家认同的时候 就决定用这个配方 腌制好的鸡汁还需要进冰箱静置一天 使其充分入味才能进行烤制 我们现在鸡刮好我一定要把翅膀往后折 因为这个地方皮薄肉少 一下就烤黑掉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藏在那个身体的后面这样 你说这个大概是几公斤重的鸡 两斤 大概快三斤 店里用的比较大支 我们现在桥鸡是为了不让那个两只鸡碰在一起 因为碰在一起这样烤有时候会温度不平均 有时候会烤不熟 不然就是颜色也不会平均 那这温度大概要几度 大概要200度左右 我要先让那个皮稍微比较干一点 现在干下去的鸡表皮比较湿 要等干了以后 干了之后我就要开始熏甘蔗 看着大人哥的汗不停地滴下 即使眼睛已被熏到快睁不开 还是坚持守在炉前 不断控制调温口的开盒 调节炉内温度 再适时地分批加入甘蔗熏香 如此细心废工 才能成就出一支支大人哥心中的完美烤鸡 大人哥的这烤鸡啊 就是很非常烤得非常嫩 不会柴 它就像那个18岁的少女或少奶 然后那个浙熏就是熏 是熏到心坎里 那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烤鸡特别好吃 因为它那个皮啊 烤得像烤鸭一样会脆脆的 然后吃起来呢非常美味 你可以先吃它的皮非常的脆 然后它的鸡肉又非常有特别的香味 像是它们是用那个甘蔗去熏的 我就觉得说它们那个很有味道 就不像那个其他焦系那些的 安拉鸡那种味道不一样 如果上桌的完美烤鸡不知如何下手 服务人员可以帮忙分切 淋上一些鸡油可以让鸡肉更滑顺增香 在店里享用烤鸡 大人哥还附赠自制黄金泡菜 搭配着吃更加的清爽解腻哦 加那个泡菜其实刚好符合那个风味 然后可以多吃看看 而说起老板大人哥的烤鸡秒杀奇迹 背后来自一段浪子回头的勇气 出身云林的大人哥在年少时 曾走过吸毒歹路 工作上总有父亲必应得过且过 直到父亲过世顿时依靠 到了儿立之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因而顿悟人生不能再糊涂下去 一开始出发点只是单纯要养活 夫妻两个人而已啊 因为毕竟也没工作 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个事业来做 所以是从中才摸索到他 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赚到钱 他也可能觉得说 要有一份事业让我可以安心吧 对不对 然后爸爸在天上看到也会觉得很欣慰 因为家里养鸡 加上自己又喜欢做菜 因此在无路科奏时 决定以烤鸡做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开始与老婆在路边摆摊的烤鸡人生 后来我们就去问到菜市场 可不可以让我们摆 里面有卖一些烟熏啊 水煮的鸡鸭额 那个其实都会互相影响到生意 但是客人一定会想要吃现烤的 对所以后来就 就委婉地告诉我们了 这边可能不方便再摆摊了 后来才开启我们快闪的路 天无绝人之路 大人哥夫妇因祸得福 开启了餐车巡回烤鸡的另类模式 受到热烈回响 这样全台巡回模式持续了四年 在多次到宜兰巡回时 结识了现在餐厅的主厨 而开始着手夫妻一直放在心底的餐厅梦 现在我们巡回一样有 餐厅一样有在跑啊 现在开这间店的最大的出发点就是 因为我们快闪不一定每个客人都吃得到 所以我才想说 不然我们来开一间餐厅好了 我们来了之后发现 这就是我当时吃不到那一边的菜 我觉得太开心了 每个菜的特色做得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变成这里的常客 好有点像把家里的餐厅搬到这里来的感觉 这道菜是因为我们之前快闪啊 我们通常订单都订满 但是有些客人就是可能就是忘记来取货还是 对 就弃单啦 然后变成我们很善那种精彩 也要收摊了 所以就回家嘛 那刚好老婆又肚子饿了 我是想到烤鸭那个方式 烤鸭也是会有那个炒的过程 我想用我们的技巧去把它炒过 就炒起来了 就一直吃了 从40公斤吃到现在 我们为了要搭配老板 他本身烤鸡的香气 不能去掩盖到 掩盖掉它的香味 我们用自己调的特别酱汁 里面有靠工薄的味道 还有蒜头的味道 提出它的鲜味跟香气度 而不掩盖本身烤鸡的味道 这样子 先用一些姜片下去爆炒一下 然后特调的酱汁下去 让它在锅里焖出 因为如果烤鸡再重新烤的话 怕会干柴 会不好吃 然后我们炒下去 让它吸收一些汤汁下去 让它呈现出来的时候 会比较鲜嫩多汁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鸡就是 有一种中药香料味 对 那我觉得这是其他 汤阿鸡没有的部分 然后它那个部分就是蛮入味的 我们还有松阪猪 因为松阪猪它本身的脆度就不错 我们还有搭配那个锈针菇 锈针菇它含水分很好 而且它有维生素B维生素C 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在 所以搭配吃起来比较健康 先用麻油下去爆香一下 然后加入我们特调的酱汁 加点米酒生香 松阪猪味道还蛮浓郁的 然后也蛮入口 那个肉也不彩也蛮好吃的 香气很浓郁的 麻油香 对 麻油超香 还有很多快炒小吃 比较好聊天吃饭 也不用这么麻烦说 还要等大仁哥有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才能再好好吃一下这个鸡 能有现在颇具规模的餐厅 大仁哥非常感谢老婆的不离不弃 一体走过那段辛苦的日子 所以这段感谢老婆的一路都很挺勉 很感谢 可以一起吃午 对啊 以前就真的是 我们以前真的是苦过来 看来三点就起床 然后前菜市场准备 然后烤到晚上回家 然后还要烟机 对 还要烟机 然后还要准备很多备料 而且没有任何员工 对 就我们两个 我是她的第一个员工 台校间可以感受到 两人的好感情 大仁哥挥别荒唐岁月 走出彩色人生 也会不断地回馈社会做工艺 雇佣更生人 给迷途的年轻人重生机会 期许他们也有像自己 浴火凤凰般的烤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